而讲掉中国的竞争力 带你来看到北京清华大学教授楚树龙呢 他最近公布一份清华版国力报告 文章中说在2035年左右 中国的国力将会超越美国 成为世界第一 而这两天大陆知名经济学家张维莹 他在台湾演讲的时候 他也预测2040年以前 中国将会取代美国的经济地位 论点不谋而合 也可见中国国力现在正像火车头一样 持续增长 北京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楚树龙 最近发表了一份清华版国力报告 其中指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 可以持续二三十年 经济总量大约在2035年左右 可以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但是和美国变成大国的方式并不一样 在经济上中国都能保持高速成长 美国呈现中低速增长 中国将来会成为经济实力强国 而美国是综合性大国 中国主张中华文化为主的和谐共处 美国把美式文化散播到全球 中国崛起是先打响成为世界大国的名声 再补强实力不足 而美国是先发展经济科技 再要求更高的国际地位 报告书中说 尽管中国在未来26年可能成为超级大国 但是军事实力 国际政治文化离世界大国还有距离 最近来台湾演讲大陆知名经济学家张维吟 也为中国成为世界大国说出了具体实诚 再过三十年 我想中国经济呢 有希望取代美国按照GDP算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有希望中国的GDP占到世界的20%到25之间 那最大气的可能按照我刚才想的世界 在2040年之前达到这个水平 而美国大气会见到百分之17吧 那么欧元区或者西欧整体的比美国略低一点 但前提是中国需要创造更多人类生活的价值 否则只是虚胖大国 那么中国的剧情 如果经济是我们经济重量变大了 我们并没有创造成能够改变人类生活 改变世界经济的技术和产业来 那我们只能叫一个很虚胖的大国 中国已经走向全世界 延览各界人才 总共三十年改革之路 未来的三十年将是崛起的三十年 中文新闻赖丽莹综合报道